记者黄美珠湖口报道,新竹县湖口相某塑胶工厂所聘雇的33岁菲律宾及男一公德瑞今天工作中远迎不明突然倒地,一起工作的同国同事及佛森发现时为了抢救他,二度触摸到德瑞的身体都有被电到的感觉,怀疑是一一旁充电中的非高级有漏电而酿货。 由于现场没有打斗痕机,德瑞一体经检察官法医相验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伤痕出将安排择日解剖,下周一23日也将会同队高级制造商等相关人士现堪已厘清确实死因。 检警初步调查发现33岁的死者生前在场内负责操作射出机等工作。 案发前4-5分钟跟同事及佛森一起在清扫市发现场地面,德瑞告诉及佛森他要拿充电中的堆高级后方直箱去丢,之后就被及佛森发现人倒在堆高级后方的狭小通道上。 吉佛森告诉森警他见状要把德瑞拖出来,但手才碰到德瑞的腰就触电了,立刻本能束手,第二次在尝试把人拖出来急救又被电一次,所以立刻报案且通知工厂许幸客长。 许幸客长对检警说,堆高级的品牌等资料他不清楚,现场的电线完好没问题,只是按发后他们自行测试,只有插电。 没打开堆高级电源并不会有漏电的感觉,但打开电源就有。 他看德瑞脸色苍白,嘴唇。 愁动又怀疑是被电到了,但是德瑞三天前有阴感冒请假,不知道是否有相关。